杨子和秦俊杰分手 赵英子才是最大的导火索 当年秦俊杰和张雪莹的胡辣汤事件 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杨子和秦俊杰分手 也少不了赵英子在背后搞小动作 在这张照片中 赵英子直接坐在了男同学的腿上 其中就有杨子的前男友秦俊杰 只不过对此 赵英子却哭嘰嘰地表示 自己跟秦俊杰只是大学同学 可惜网友们根本不相信这番解释 还是将他骂得狗血淋头 眼看黑荒眼能保持热度 赵英子从此便在这条路上一曲不复返 2019年一天屠龙记刚开播时 赵英子饰演的黄山女 就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但其中有条评论却显得格格不入 只见该网友表示 张教主看到黄山女眼睛都知道了 真是个小云贼 而赵英子也不管曾顺息尴尬不尴尬 直接爱的对方表示是真的吗 这部操作简直把网友们都给整无语了 之后再拍绝带双交时 赵英子被爆出和胡一天恋爱的消息 但让吃瓜群中没想到的是 这却是赵英子自导自演的一幕 甚至就连成义都难逃赵英子的毒手 只不过当时观众们 都沉浸在诚意和袁冰炎绝美爱情当中 自然没有注意到赵英子的小心思 不过赵英子也并不服输 还专门穿了一件合成义的同款衣服博人眼球 最后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被CP粉们追着骂而向这种骚操作 赵英子还远远不止这些 被扫黄大队盯上的女明星 赵英子绝对是那语第一个 2021年 卫博眼球的赵英子 跟风拍着当下最火的变装视频 只不过她的衣服和别人的远远不同 包上外套真空内里 该看见的和不该看见的全部一览无鱼 吃瓜群众们一边细细品味 一边将赵英子黑得体无完复 他们没有想到 原来那语的女明星也能开放到如此地步 有意思的是 赵英子这则变装视频 莫过多久便不见踪影 比起是她自己删除 大家更愿意相信是官方出手封禁了 毕竟身为公众人物 竟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种露骨视频在赵英子的生活中 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其他明星都在靠着演技证明自己时 赵英子却因为心思扎进了网红圈 在她的直播中 时不时就会传来一句老公 还会叫榜上的大哥给她刷礼物 或许是大家都没有见过 如此接地气的明星 正先恐后为赵英子捧场 不到一小时 就让赵英子洗涤200万业绩 虽说这个数字 没有赶上一天208万的爽子 但坐在镜头前 动动嘴就有钱入账 这不比拍戏轻松多了 所以赵英子才能在浪姐中 身穿5万6千万的外套 戴着9万5千万的名表 上大号不冲厕所 故意Q自己可爱 赵英子还有什么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近日有网友爆料 浪姐三主有位姐姐 经常上大号不冲厕所 被其他人发现之后 还一脸无故地表示 不知道上玩厕所还需要冲 一时间大家纷纷化身柯南 想找出这位嫌疑人 目标锁定在了赵英子身上 毕竟自从他登上浪姐的舞台之后 迷惑操作就一个接着一个 肩脚还声称自己是兔子的粉丝 但没想到后脚 就把阿三认称了阿娇 然而有意思的是 在此之前两人还排练了一下午 所以到底是无心还是有意 恐怕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在认错人被骂上热搜之后 赵英子立马出面道歉 但因为配图用的是杨超越的表情包 又被杨超越粉丝骂得狗血淋头 无奈赵英子再次道歉 称自己没有认出杨超越 并且还将配图改成了自己的表情包 只不过有意思的是 用别人就是哭破相的照片 用自己的则是美颜精修获的照片 不得不说 真是满满的心机 之后在姐姐们团见的时候 大家都拿的是桌子上的花 赵英子却偏偏看中了 一盆在地上的假花 之后生怕导演没有拍到 还在采访中自己Q起来这件事 这言下之意不就是让导演把这段播出去 不然怎么让大家看到自己可爱的一面呢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我 感谢观看